狂风呼啸的冬夜雪飘大地 一辆满载重刑犯的押送车于风中几尺 为了规避前方的车祸 更为了躲开这个鬼天气 押送车不得不拐之郊区警署进行紧急暂避 殊不知后方有一辆神秘SUV尾随到此 在重刑犯被安顿好的一刹那直接开始突袭 郊区警长瞬间发力 借以突围出去 结果在杀手身上发现了警察的证件 来不及众人恐惧 树道红外激光瞄准此地 破窗炸弹也接踵而至 更为恐怖的是 大量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也降名于此 押运车之内究竟是何方神圣 竟能在月黑风高夜引动这般势力 那名被刺死的杀手为何又会有警察证件 是黑道势力风云际会 还是黑警之马刻意为之 而这一切的谜底 竟在今日的阿莫特公白 警心长司 霍克本是底特律警局的一名王牌警探 为了将底特律最大的毒枭连根拔起 他卧底毒营整整五年 奈何 天有不测风云 地有导演使坏 霍克在收网之时露出破阵 两名随行心腹 倒在了追击的路上 尽管霍克强杀了毒枭 也得以功成名就 可此事成了他最大的心魔 只能依靠镇定药剂和劣质酒精 惶惶度日 底特律警局总署长不愿霍克一直消沉下去 只能将其派往最为偏僻的十三郊区警署 同时雇佣本是最好的心理医生瑞尔辅助治疗 争取早日帮霍克走出阴霾 可霍克极为抵触 瑞尔的心理治疗一直停滞不前 转眼间 已经过去了八个月时光 十三号警署至今都没有接过一个大案子 全都是街坊四邻 丢压丢额的鸡毛蒜皮 为了物尽其用 更为了强化警署体系 警长无奈 选择在新年夜 关闭了郊区的十三号警署 并提前运走了全部的电脑设备和枪支武器 借以让霍克等人 安心度过这个美好的假期 霍克自然没有反对 将一切都交给了秘书宝儿打理 遣散众警员回家过年之后 警署之内只留下了霍克 宝儿和老警察白叔三人留守 美女烈酒 武池相拥 三人好不痛快 殊知一场腥风血雨即将到此 且一发不可收拾 在一处庄严肃穆的教堂之内 神秘人与镖形壮汉谈判破裂 直接持枪相逼 壮汉丝毫不拒 在起身的刹那刺出钢笔 一击暴击击击穿了其动脉药学 人瘾学 而后无声离去 壮汉的狠力简直令人发指 奈何大量便衣早已包围此地 尽管壮汉已抵食 也在南逃脱出去 只能举起双手 尽等审判到此 原来壮汉是底特律黑市的黑帮之主 莫菲 可人在河边走哪有不识血 面对这般围攻 莫菲只能选择投降 被押进最新成立的21号警署 知晓莫菲落网之后 鸡凶五年卫国的38号署长雷顿 第一时间赶到 将莫菲押网了自己38号警署 准备加班刑讯连夜突袭 奈何天空不作美 一场暴风雨让公路车祸不断 押送车只能临时改道 前往郊区霍克的13号警署暂闭 作为警长的霍克自然没有拒绝 将四名囚犯关进大路 正当两名押送刑警 为没见过世面的霍克喋喋不休 介绍四人来历之时 秘书宝儿送来一个好消息 原来被霍克视为瘟神的心理医生锐儿 返回到此 因为暴风雪实在过于强力 而他的宝马没有死去 霍克不愿听见瑞儿的唠叨 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跟一楼的宝儿几人玩得欢天喜地 殊不知在后方韦斯的神秘SUV已经到此 在屋顶架好狙击枪的同时 两名杀手从后门直接摸了进去 结果刚好撞到了前来查看囚犯的一名押韵警 来不及其做出反应 便被杀手直接枪杀 这一声枪响宛如晴天霹雳 屋内的每个人都惊到不成样子 另一名押韵警心生不想赶紧过去查看 发现兄弟的尸体后怒发冲关的他直接追了上去 霍克极为担忧迅速开始掩护 果不其然在杀手的乱枪之下 押韵警再次中枪 霍克顶着枪铃弹雨将其拉了回去 眼看押韵警一死一伤 笼内的囚犯慌到不成样子 霍克当机立断赶紧呼叫救援 却不了厄运才刚刚开始 在一分钟之内 电话先被人剪断 手机信号被人屏蔽 警署电路被人切断 红外激光在片刻之间填满了整间屋子 狙击枪也开始了试探性的射击 看着破窗的袋子砖头 霍克心急如焚 因为上面刻的正是莫菲的名字 很明显 对方的目的只是莫菲而已 面对这般绝境 白叔疯狂劝霍克将莫菲交出去 他们没有必要为了这个罪大恶极之人 将自己的性命打进去 看着门外整装待发的神秘杀手 再看一看一旁严重失血的押韵警 霍克一怒之下决定外出求援 无论如何 只要他在职 就不能违背警戒最后的一致 可杀手岂会不知众人的求缓之际 早早派人埋伏进了那辆笨重的押韵车里 就这样 霍克在打开车门的瞬间 手枪被一把打飞在地 好在二人挣扎不断 狙击手难以锁定目标 只能不断更换狙击位置 霍克知晓自己的处境危机 掰断一截冰锥发起突袭 一击便将杀手直接捅死 看着被割断的线路 霍克气急败坏 当即就要搜身 看看杀手到底是何方神圣 拿走对方的钱包之后 飞一般的逃进警局 看着杀手的警费 霍克如遭雷击 这一刻他才明白 为何乌碗杀手装备这般熟悉 为了弄清楚心中的谜题 霍克找上了莫菲 希望其讲清楚这一切的恩怨仇意 莫菲没有隐瞒 毕竟此刻的众人是一个共同体 原来 那日他在教堂斩杀之人 是38号警署的一份子 而他能在黑道混到风生水起 也离不开署掌雷顿的包庇 可人心不足蛇吞象 最后五年之内 他与雷顿交付的手艺有两成长到了五成 而那天在教堂 雷顿的手下还以卸磨杀驴作为威胁 将分成提到了六成 莫菲一怒之下将其直接斩杀 同时也代表着他向38号警署的黑警 全面宣战 为了让这个谜底永存地底 雷顿才派杀手包围此地 将整个13号警署全部屠戮 借以保证无人泄命 看着屋外又来了两辆SUV 霍克心急如焚 他知道屋内的众人要想活命 必须统一 果不其然 车内之人正是一心灭口的雷顿 更为绝望的是 又有两名狙击手到此 瞄准了13号警署四面的逃生位置 与此同时 屋内的押韵警因为失血过度而死 霍克稳住瑞尔三人之后 找上其他三名囚犯 希望能众人其幸共克难关 那三人对屋外的黑警完全不屑一顾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 这只不过是霍克想让他们当枪使的把戏 霍克无奈只能放弃 堵住警署出口之后 所有人藏入誓言盲去 来不及霍克等人做好准备 屋外的黑警一开始第一波冲击 刹那间 警署的四面八方被子弹充斥 本就破败不堪的警署 直接千疮百口 再加上此地位于郊区 不论声响再大也无一人之缘到此 眼看没有人敢于还击 黑警直接炸窗跳入警局 听见爆炸的霍克火速到此 凭借地理优势 将一名落地的黑警直接乱枪扫死 令人眼看强袭不成直接远盾 看着眼前真实的打击 三名囚犯彻底慌了 风一般的要加入防守大局 眼看时机一到 霍克赶紧放出墨废 并对四人开放了可怜到极致的武器库 眼看霍克迟迟不回防守位置 前面的白叔赶紧前来查看 可就是这短暂的间隙 黑警大队手持防弹盾牌攻破前门 霍克匆忙赶来阻止 但防弹盾牌吸收了全部的火力 眼看前门失手作为囚犯之一的女贼赶到 一手汤姆逊从侧方突袭 成功将前门的黑警打退了回去 与此同时 一名黑警炸窗潜入 成功寻到了心理医生瑞尔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囚犯老A和老B赶到此地 棒球棍的精蠢暴击 再加上西瓜刀的连续突刺 黑警当场暴毙 而其手中的装备也直接溢住 另一面 一名黑警已闪光开路 刚好撞上了惊慌失措的宝儿 幸好一旁的莫菲埋伏在此 两记燃油品KO此人 捡走对方装备的同时 也算解了宝儿的燃眉之计 就这样众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打退了黑警的第二波攻击 正当众人喘息之时 白叔突然举枪指向莫菲 直言要将其交出去 霍克赶忙将制止 因为要想打退霍盾的攻击 在场的八人必须拧到一起 却不料一变陡胜 在家无聊的小色胚警察小剑赶到此地 发现雷顿等人之后 一顿蛇形走位竟躲过了枪击 霍克不敢耽搁风一般的冲出警局 顶着狙击手的瞄准将其拉回屋里 原来 孤枕难免的小剑来此的 只是招宝儿续上来续 但此缘由过于牵强 敏感的囚犯老A认定小剑是黑警的卧底 可霍克对于小剑极为熟悉 当即以命力宝 面对老A的咄咄相逼 莫菲直接出手暴力劝退 因为此刻的九人必须捆绑在一起 在莫菲的淫威之下老A不敢多言 只能将委屈淹进了肚子里 眼看两次强弓全被打退 雷顿一怒之下掉来直升机 赫然要借空降优势冲滑众人的防御 屋内的众人网如惊弓之鸟 恐惧到不敢呼吸 但莫菲从未失去理智 他知道雷顿的援军正全速奔向此地 他们若想生存下去 就必须要派人出去救援 不然再久的防御都只是无用之举 一顿商议之后 霍克决定派女贼和瑞尔同行 借以保证警局之内的绝对火力 但此举过于显眼 雷顿一定会有察觉 要想成功必须要声东击行 正当几人惆怅之时 一身轰天俱下撕裂天际 原来楼顶的老A和老B 决定趁此机会完成逃狱 屋顶的狙击手瞬间大喜 直接全力射击 三枪之后两人直接全部暴毙 但这一举动刚好完成了霍克需要的声东机器 女贼带上瑞尔发动小剑的SUV 成功冲了出去 殊不知后座的黑警已等候多时 不等二人开出去 一枪便将开车的女贼活活打死 被捕的瑞尔心如死灰 面对雷顿的拷问直接骂了回去 雷顿也不客气 一枪将其直接击毙 眼看两人惨死 霍克简直是痛不欲生 本就岌岌可畏的防御如今更是锐减之五人 可此时已经拂晓 雷顿等人也只剩最后一次冲击 一旦天亮 那雷顿将再无灭口之计 不愿放弃的霍克当机立断 让白叔守在前门 宝儿守住了牢房入口 小剑守住后门 而他和莫菲在各个窗位随时侧应 无论如何一定要挺过雷顿这最强的异计 可莫菲一阵巡视之后发现猫腻 后门的手铐被人打开 庶民黑警也由此远离 更为诡异的是 还有一名黑影逃进了屋里 看着在楼梯一脸无辜的小剑 莫非懦不可遏 直接揭穿了他卧底的身份 霍克同样也怒火中烧 因为此刻的他看不透小剑的身份 正当其强行逼问之时 雷顿的直升机援军赶到 听着楼顶呼啸的螺旋桨 霍克心急无焚 他不知道究竟要怎样才能逃过此劫 正当众人烦躁之时 白叔突然大喝 他寻到了一条地下通道 霍克顿时集中升职 连同莫菲将屋内泼满汽油 借燃起的火枪阻拦黑警的同时 还引起了火警的注意 而后带上莫菲一头扎进了地下通道 眼看出口无人把手 霍克喜出望望 奈何莫菲在上来的一刹那劫持了宝儿 借以拿回自由之身 正当双方僵持之时 雷顿带人包围此地 原来白叔才是那个神秘的卧底 莫菲知晓被雷顿抓走的结局 当即对明哲保身的白叔一顿羞辱 因为按照后者的脾气 必然亲手动手杀他 果不其然 动怒的白叔开始净身 莫菲赶紧暗示霍克 同时将闪光弹放进了白叔的兜里 刹那间白之光线照耀大地 莫菲减枪瞬间暴起 反手直接连杀六人 接着便消失于茫茫山林里 而后小剑和宝儿驾车出逃 而霍克朝着莫菲的方向追了上去 回神的雷顿怒发冲动 直接缤纷散路开启追击 车胎打爆之后 小剑二人再劫难逃 好在宝儿爆发潜力 利用黑警轻敌的剑系抽刀反杀 而小剑则永远倒在了内里 与此同时 莫菲找上了一路追踪的霍克 双剑合笔 因为二人明显感觉到 雷顿就在周围 再加上对方的热成像和夜视仪 两人很难活着出去 于是乎 两人再次声东击西 霍克主动暴露位置 勾引黑警出手 而莫菲趁机近身完成反杀 可雷顿也不是吃素的 作为黄雀的他早已埋伏多事 一枪便打碎了莫菲的左隙 眼看莫菲有难 霍克及时赶到 不顾雷顿的威胁 一顿火拼之后 成功将其反杀 故事的最后 莫菲捡走霍克的武器 一拳一拐无声消逝 至于充当卧底的白叔 则因爆炸失血过多而死 霍克经此一意 特警之性全面苏醒 在宝儿的搀扶之下 走向新的警局 而电影也戛然而止 极为不错的一部劫匪动作电影 强烈建议大家看看原片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莫 一肚子墨水的墨 江湖路远 我们下期再见